法拉盛华人联合卫理工会 原为华部华人联合卫理工会的部分弟兄姊妹 在法拉盛地区创立的教会 经历张华德牧师、江宝林牧师和杨东龙牧师等同工的努力侍奉 教会不断成长 2012年6月9日正式成为美国联合卫理工会成员 从创立一时,教会就一直在筹款、购买或建造教堂的施工 但法拉盛地产昂贵,寸土寸金 对我们这个以新民为主的年轻教会来说,谈何容易 2013年初,德之皇后村有一个卫理工会 因多方面原因难以为继 教堂年久失修 教区准备将之关闭并出售 我会将牧师和杨牧师即刻联系教区长和其他教会领袖 表示我会需要这个教堂作为教会发展的基业 经多方协商 最后由纽约教区主教 内阁会议批准 同意将这个教堂及其附属物业 以100元价格卖给我会 并于2013年11月正式签约 但是,要维修这个年久失修的教堂和附属建筑 需要大约50万美元 这对我们这个年轻的教会来说是挺大的挑战和负担 然而,在神的带领下 我们相信教堂物业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我们需要用好这个资源来发展福音施工 大家有信心承担这个使命 感谢主的带领和保守 教堂维修从2014年3月5日正式开始 经过工程队和教会弟兄姊妹的辛勤劳动 到5月底完成了约70%的工程量 投入约20万 基本恢复到教堂应有的功能 至此,教堂已具备重新启用的条件 2014年6月8日圣灵降临节 我们隆重举行了教堂启用奉献礼 教区长Kenny E等教会领袖出席庆礼 教区长代表主教 对我们维修并启用皇后孙教堂 表示感谢和祝贺 勉励我会弟兄姊妹凭着信心 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建立教会 带领更多的人信主 让教会成为众人的祝福 启用典礼以后 我们开始了在这里的主日崇拜 周间聚会和团期活动也都在教堂举行 同时,为了兼顾在法拉圣周围居住的弟兄姊妹 我们继续在法拉圣举行主日崇拜 每逢大节日和周年纪念活动都在教堂举行 例如感恩节 圣诞节 复活节等等 充分发挥了教堂的作用 我们拥有了来自上帝所赐的电影 我们有了属于自己属灵的家园 我们由衷地感谢主 也求主继续引领我们 开展好教会的圣功 让这个圣殿能够让更多的人蒙受主的恩典 搁成仪的仅逆